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第九节 如何平滑收益曲线 也叫做净资产曲线 我是陆坚 所有的净资产曲线 只要做过交易的人都知道 它一定不会是一条光滑的曲线 它一定是一条曲曲折折的 上上下下的一条曲线 这当中一定是呈现锯子状 那么这个锯子的大小 就是我们所谓的曲线的光滑程度 平滑程度 这个曲线的锯子越大的话 说明这个账户承受越大的风险 也就是它的回撤越大 回撤越大就带给账户越大的风险 同时这个锯子的大小 也直接关系到交易者和投资者的心理 和他们的心态 这个锯子越大 带给人们的压力 心理压力就会越大 所以说呢 我们都是要想尽办法 尽可能的来平滑这个资产曲线 那如何能够平滑这些收益曲线呢 或者资产曲线呢 那通常呢 有三种方法 三大类的方法 第一呢 是多元化 多元化 第二呢 是仓位管理 或者叫仓位控制 第三呢 是资产曲线的管理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详细介绍一下 这三种不同的途径 所以我们说 多元化是平滑收益曲线的最有效的方法 那这当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多品种 多策略 多套参数 多周期 多市场 那么所谓的多品种 就是说 把策略加载在不止一个品种上面 来进行交易 那么在国内市场的话 总共有三十几个期货品种 那现在我在交易的话 有十十四五个 交易品种 我在做交易 那有可能就是 我一个策略 同时加载在十四十五个品种上面 我也见过 有同时交易 三十几个品种的交易者 他所有的品种都在做交易 那么这个就是多品种 就是同一策略 加载在多个不同的品种上 同时进行交易 对吧 这叫多品种 那么第二呢 是多策略 那么是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有不同的几个 或者更多的策略 加载在同一个品种上 那么也有可能就是说 多个策略 同时加载在多个不同的品种上面 对吧 那么第三 多套参数 这个多套参数呢 其实在前面我们讲 这个 未来函数 参数优化 我们在讲参数优化的时候 过度优化那一堂课上 已经谈到过 就是说参数 它是的最佳区域 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也许今年这一套参数 这个区域是一个最佳的参数 但是呢 到了明年 可能另外一个区域的参数 是一个最佳的参数 所以说你永远不知道 哪一套参数 是 效果最好的 那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 一个策略上 可以加载上多套参数 让多套参数 同时发挥作用 对吧 俗话说 东边不亮 西边亮 也许这套参数 今年效果不好 但是另外一套参数很好 对吧 那么 我总体来讲 也不会太差 这就是多套参数的一个好处 就像我们去撒鱼 去去打鱼 我们把这个撒网的 到处都撒下网 总有几网 能给我们抓住鱼的 对吧 不会 不会往往都是空的 这就是多套参数的一个好处 那么第四个呢 我们叫做多周期 多周期的含义就是说 同一个策略 可以运用在各个不同周期的图表上 比如说我们做螺文钢 我有一个策略A 那这个策略A 可以针对日线周期 也可以针对四小时周期 也可以针对两小时周期 或者三十分钟周期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周期 等等 当然这些多周期 每个周期不一定都能够是挣钱的 或者我们所收益 希望之为挣 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经过认真的研究 认真的测试 和认真的挑选 找出哪一些周期呢 是可以命用 那个策略的 是吧 这个是需要做功课的 认真花时间下去 慢慢研究的 但总体思想是这样 就是说 可以试着用多周期 不仅仅是同一个周期 那么更有 一个变化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试着用 不常用的周期 不规则的周期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通常我们用的是 比如说 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 六十分钟 等等 这些周期 是我们常用的 整数周期 或者说 如果说 我们可以试着 用用 不是整数的周期 比如说 我就用十七分钟的 三十五分钟的 对不对 或者六十八分钟的 等等 这是我随口说的 就是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非整数周期 来测试它的效果 找出它的规律 这个讲 我们讲的多周期的 第五呢 多市场 多市场呢 这是实际上 是一个 非常容易被忽视的 一个问题 大部分人的关注点 都在于策略 品种 但是呢 多市场呢 往往会被忽略 比如说 我们在 从事国内 期货交易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着看看 美国的 期货 或者说是 日本的 期货 或者说是 这个 股票市场 证券市场 或者是 外汇市场 对吧 或者是 这个 原油的市场 等等 就多市场的 一个组合 道理呢 也是 一样 就是说 叫做 东边不亮 西边亮 对吧 总有几个市场 刚好 它的行情趋势呢 能够完美的 或者比较好的 适应 你现有的策略 那么 我们的策略在 一个或者多个市场上 能够取得好的 效益的话 那另外几个 市场 效益不太好的话 总体来讲 我的效益 还是过得去的 这个就是多市场 当然就是说 多市场 对我们的精力 对我们的 这个知识 对我们的 资金 可能要求呢 都会更高一点 我们要有 足够的 精力 能力 去研究这些市场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定的资金 支撑 来开拓这些市场 来做这些市场上的交易 那么 对于这五个 多品种 多策略 多套产数 多周期 多市场 这些途径来讲呢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我们必须记住 就是说 相关程度 越低越好 相关程度 越低越好 以多品种 举例来讲 就是品种 与品种之间的 相关程度 越低越好 是吧 如果说是能做到 负相关 那是效果更高 什么是叫相关程度呢 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品种 涨了 另外一个品种 也跟着涨 一个品种跌了 另外一个品种 也跟着跌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称作 这两个品种的 相关程度 非常高 是吧 相关程度 我们是用一个相关系数 来衡量 那这个相关系数呢 它的范围是 从负1到1 相关系数等于1呢 说明这两个品种呢 是完全正相关 就是一个涨的时候 另外一个 必定也涨 是吧 如果说相关系数 等于负1的时候呢 说明这两个品种 它们是完全的负相关 所谓负相关 完全的负相关 就是说 一个涨的时候 另外一个一定是跌 这两个就是 完全的负相关 大家记住这一点 就是不论是 多品种也好 多策略也好 这个 多套参数也好 多周期也好 多市场也好 无论是哪一个 它们的相关程度 都是越低越好 越低 组合出来的效果越好 这是 这个要点 大家要记住 如果说我们 做多品种的时候 用了两个相关程度 很高的品种 比如说 罗文 钢 鱼 热卷 这两个相关 程度相当高的品种 那么你想象一下 当一个赚钱的时候 另一个也在赚钱 对吧 当一个亏钱的时候 另一个也在亏钱 那么它组合起来 平滑收益曲线的作用 就不明显 对吧 我们希望的是说 当一个品种赚钱的时候 另外一个品种是在亏钱 当我们一个品种亏钱的时候 另一个品种是在赚钱 当然就是赚的幅度 最好是能达于亏的幅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不论哪一个品种在涨 不论哪一个品种在低 对于我的收益曲线上面来看的话 我都是在缓步的往上增长 就没有大起大落 这样就起到了平滑收益曲线的作用 对不对 那么我下面呢 给大家看几张图 就告诉我们 这个多品种组合出来的效果 到底有没有 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 可以得到改善 收益曲线的平滑度 能够得到改善 好 这里 这里有四个品种 四张收益曲线的图 这是我其中的一个策略 加载在四个不同的策略上面 不是 四个不同的品种上面 所得到的四张收益曲线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曲线都有相当大的回撤 和相当大的矩子 对吧 虽然 他们 都是在一个往右上方发展的过程 但是这过程当中 都有相当大的矩子 除了这个 这个甚至在最近都是出现了 往下走的趋势 这里是我们四张 单个品种的收益曲线图 那么当我们把这四个品种 组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用一个策略 加载在同时加载在这四个品种上 同时进行交易的话 那我们得到的一个收益曲线图 会是怎么样呢 这就是同一个策略 就刚才我们所 所看到四张图的那个同一个策略 但是呢 加载在了多个品种上面 所得到的收益曲线图 所以它的平滑的效果 是非常的明显 大家看看 记住 这一条线和我们刚才的这四张图 所以可以感觉到这张图的曲线的平滑程度 要远远好于前面四张小图的曲线 收益曲线 对吧 那么下面一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更加的光滑 对不对 更加的光滑 那这个是区别在哪里呢 这个区别在于 我用的是多策略 多品种 就是用好几个策略 加载在多个品种上面 所得到的一个收益曲线图 相当的平滑 看起来非常舒服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已经明确了 就是说多品种 多策略 确实能够起到光滑收益曲线的一个作用 对吧 那么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说 当我们使用多品种的时候 我每一个品种应该配置多少的手数 或者我们叫做头寸 对不对 就是每头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品种之间的头寸分配与调整 好 那这里呢 就是要记住 通常用的有这几种方法 对吧 第一个呢 叫做等合约价值 第二个呢 等保证金价值 第三呢 等风险分配 第四呢 等最大回撤 第五 等单挑价值 我分别来解释一下 等合约价值 就是说每一个合约都有一定的价值 对不对 以罗温钢为例 那么他目前的价格呢 是3420块钱一吨 那么每一手几吨呢 每一手十吨 那么他每一张合约的价值呢 就是34200元 这就是他 交易一手的合约价值 交易一手的合约价值 那放在交碳上呢 目前的价格 他是2040 每一手的交易是多少吨呢 是100吨 那么也就是说 他每一手的合约价值 是20万4千 对吧 20万4千 这两个数字 就是这两个品种 相对应的每一手合约价值 好 那所谓的等合约价值就很清楚 就是说 使得我的权重配置呢 是使得这两个品种的合约 每一手合约价值相等 对不对 那怎么样做到这个呢 那就是说 这个是交碳 这个合约价值是 罗门钢的是六倍左右 六倍 刚好六倍 那么我在配置的时候呢 多品种交易 多配置的时候呢 就是交碳的手数 和罗门钢的手数之比呢 就是一比六 对吧 就是罗门钢我要配六手 交碳配一手 那这样的配置 叫做等合约价值配置 那么第二呢 第二种呢 是等保证金金额的配置 这个就更加容易理解 像罗门钢 比如说 目前他的保证金比例 大概是7% 那么他每一手的保证金 是多少呢 就是2400块 对吧 那么交碳是多少呢 交碳 他的每一手保证金 在10200块左右 对不对 那么 这个2000是和这个10000的话 大概是4倍多一点 5倍不到一点 那么就用4倍 我们就用4比1 来作为他的权重分配 那么如果说 我们是等保证金金额 分配权重的话 那么就是 每交易一手交碳 我要交易 4手的罗门钢 那第三种呢 叫等风险分配 什么叫等风险分配呢 就是说 在我们设置 止损位的时候 我们使得 每个交易品种的 止损金额相等 比如说 我交易罗门钢的时候 我设置的止损位 是使得止损的时候 我损失 1万块钱人民币 比如说 对吧 好 那么根据这1万块钱 人民币的损失 那么我是可以倒着回去 算出 我需要交易多少手的罗门钢 同样 同样道理 当我在交易交叹的时候 我是规定说 我的止损点 也是设置在 1万块钱人民币的损失这个位置 就是说我 最大的损失 定为1万块钱人民币 那么我就倒着回去 根据 根据他的 这个 每一跳 每一个点 多少钱 这个 这些数据呢 我可以倒着回去 算出 我交叹是可以交易几手 那么 这种分配方法 就叫做等风险分配 什么叫等风险 就是 如果说这笔交易被强制止损了 它所损失的金额 所损失的资金相等 两个品种 所损失的资金都相等 大家听到没有 就是说 我罗文刚 我去 开仓做罗文刚的话 万一被资损了 那他所亏损的钱 跟我去做交叹 万一资损了 所亏损的钱 我给他设置是相等的 根据这个相等的 最大损失的金额 我回着 倒回去 算出 罗文刚 可以开仓几手 交叹可以开仓几手 这就叫等风险 分配 那么当然我举例的是 罗文刚和家 其他所有的品种 也都是遵循这个同一个道理 第四个呢 是等最大回撤 在历史的回撤报告当中 我们是可以看出 每一个品种 它的最大回撤 分别是多少 对吧 然后呢 根据这个历史上的 最大回撤这个数值呢 我们求出它的最小公倍数 然后用这个数字来决定说 我应该各个品种配置多少的权重 那么第五个呢 叫等单跳价值 那这个呢 是我的曾经的一个老师 他经常使用的 他是怎么用呢 就是他根据每一跳 多少钱 然后呢 被一百来除 然后得出 他应该开几手 或者说他的权重分配是这样 比如说 焦炭 他每一跳是五十块钱 那么我一百除以五十 那就等于二 对吧 罗文刚 他是每一跳是十块钱 那我就用一百除以十 那等于十 所以说呢 他的罗文刚 与焦炭的权重比呢 永远就是五比二 对吧 如果说我要焦炭 焦炭 焦炭五手罗文刚 那我焦炭就是两手 对吧 如果我焦炭 罗文刚十手 那么我焦炭就是四手 他是用这种方法 那么 也是方法之一 那么 基本上常用的权重分配 是这一二三四五 这五种方法 对吧 那么至于说用哪种 每位交易者都有自己 不同的理解和自己的偏好 可以选择实用 那么 总而言之说 多品种当中的权重分配呢 实际上是 直接影响到你的收益 曲线的形状 直接影响到收益曲线的走势 也直接影响到收益曲线的光滑程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我们做多品种的时候 是必须非常重视这个权重分配 或者叫做投层分配 或者叫做投层调整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 视频的交易结果 那刚才也简单提到了 就是在多品种配置中呢 这个品种的相关性是越低越好 那么在一些软件平台上呢 它是提供了这个资料的 比如说这张截图 这张截图是从MC上截下来的 MC在做回测报告的时候 是有相关品种的相关性分析 比如说这两个外汇 和这两个外汇是做有一个相关性的分析 他们的相关程度等于0.72 也就是说他们的相关程度还是相当 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对不对 0.72 刚才我们讲了 相关程度都是从负1到1 等于1的话 那相关程度是非常的高 完全相关 比如说相同品种之间 它的相关程度永远是1 对不对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它本身就是同一个东西 那么所谓相关性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张图来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下 所谓的相关性就是说 这两个它赚钱和亏钱 它的出现的同步的时候 有多少次 有多大的 多大的程度上 他们是同步出现 在这里 在这里 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横坐标是 这个我们或者叫品种1的 这个这个赚钱还是亏损的一个金额 重坐标呢 是品种2的一个亏损 或者赚钱的一个金额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在 这个坐标上画出相应的点 就是说 当 当 品种A是亏损的时候 那我们找到这条 横坐标相应的点 然后呢 品种B呢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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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坐标呢 找到相应的 品种B 亏损的这个点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画出点 那么一支内推 就我们可以画出 一系列的点 如果说 这个一系列点 画出来以后 好 我们找出它最 吻合这些点的一条直线 那这就是它的相关系数 这条线 就是它的相关系数 好 那么这条 这条线它就越陡 说明它们的相关程度 就越高 对吧 那这条线 如果说是平行 越平 那说明它的相关系数 就越低 好 那么这个就是涉及到 数学上的一些分析 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好 大家有兴趣 就找相关资料去看 那么 如果说 我们所使用的交易 平台没有提供这个相关性分析 那么我们可以完全可以 使用Excel自己来做这个品种的相关性分析 当然策略的相关性分析也是一样的 只是我这里举个例子是叫做品种的相关性分析 那么怎么做呢 好 那么我们看这张表 这个就是Excel Excel呢 我们把我们这个策略回撤报告当中的所有的动态权益 我们全部把它copy下来 把它列在这 对不对 相对应的 每一天的 对吧 动态权益都列下来 这是罗文钢品种的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再列出了另外一个品种的相应日期的动态权益 对不对 好 这个是列的是逗破的 然后呢 我们算出它每一天的利润 就当天跟前一天比 它的利润是多少 负的话就是亏损是多少 这个也是列出来 所以这个列出来的就是罗文钢的 这一列列出来的就是逗破的 好 我们有了这两列数据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求它的相关系数 这个相关系数是Excel里面的一个 已经内内在的一个函数 叫相关系数函数 那么我就使用这个相关系数 就可以算出这两列数字的一个相关程度 在这个例子当中呢 它就等于0.04 那么就相当低的相关程度 可以称作为它们不相关 罗文钢与罗文逗破 一个是农产品 一个是黑色系 所以它们是可以看作是不相关 这就是相关系数 这个是在Excel当中做相关性分析 也就是说在你所使用的软件中 不存在 没有这个提供相关性分析的话 可以自己来做 好 接下来我们解释第二个途径 仓位控制 我要说仓位控制是平滑收益 曲线的根本所在 如果说三个途径当中 让我只能三选一的话 那我会选择是仓位控制 那么仓位控制 到底是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非常 忍者兼人智者兼智的一个问题 那我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依据的是凯利公式 那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凯利公式是怎么回事 那凯利公式呢最早是用在赌博上面 赌码也好 赌场里面的21点也好等等 这些赌博上面 那它的公式是怎么样呢 看这个公式 那么就是F 等于P减一减P除以B 那当中的F是什么意思呢 F就是赌博的时候 你每次下注的百分比 你所有赌博资金的百分比 每次用来多少下注 那就是F P呢是胜率 一减P就是输的概率 然后B就是赔率 那根据这个公式呢 就可以算出你赌博当中 每一次该下多少手 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胜率有40% 然后赔率呢是2 所谓赔率2 就是输呢输1块钱 赢呢就赢2块钱 就是赔率等于2 那么根据凯利公式算出来以后呢 F等于10%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概率的赌博 你参与的话呢 你最佳的下注呢 是每次10% 每次下10%的注 这是对你最有利的 就是你赢的会赢的最多 然后呢你破产的概率是最小 好 那么这两个数字 P和B 在我们期货交易当中呢 就相当于 一个是胜率 一个是盈亏比 对吧 那么我们把凯利公司 可以把它运用到 我们的期货交易当中 那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在一个交易策略 如果它有40%的胜率 然后它的盈亏比等于2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F等于10% 也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好 那我这里就要问大家 这个F在我们的期货交易当中是什么 代表什么 在我们的期货交易当中 这个F代表是仓位吗 对吧 我看到相当一些的研究 这个报告 或者说一些专家 解释的时候 就把F解释成 我们在期货交易当中 所应当使用的仓位 那么这里10%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有100万的账户 那我们这个仓位就应该控制在10% 那么在我看来 这显然是不对的 F到底在我们期货交易当中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我们每一手交易 每一次交易所应该设置的止损位 而不是仓位 是止损位 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 F等于10%呢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说 我每次交易的时候 我的止损 可以设置在 账户总资金的10%的这个位置 换句话说 我每一次交易 最大的损失允许10% 这是F的第一 但是呢 我们就用这个公司算出来的F 来用在期货当中 行还是不行呢 答案是不行的 它必须做过调整 那为什么不行呢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图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在赌博中和在期货交易当中 这个保证金是不一样的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好 我看右边这张Excel这个表格 那么在第一列当中 在这一列当中 对吧 这一列当中 我模拟的是在赌博上的情形 就每次他 一万元的账户 他每次呢 输10% 输10% 他每次就是说 剩下的本金 输掉10%以后 他用剩下的本金的10%再去赌 再输掉以后 再用剩下的10%去赌 好 你看看 一直 如果说 假设他运气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他连输了30把 他仍然没有破产 他还有424块钱 那么他用这个424块钱 还是在10% 10%的去赌的话 他还有可能犯的 对吧 那反过来我们看看 这个是我们期货当中的状态 因为期货我们是没有办法说 每次下整个账户的10% 我们只能下一手一手去下 或者几手几手去下 对不对 那假设我每次输了1000块 每次输了1000块 假设我每次交易就输1000块的话 连续输10次 我就本金全部输完了 对不对 那我连续输个7次 可能我就连开一手的 合约的这个钱都不够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区别 所以说 因为赌博和期货交易 他下注的方式不同 他保证金的这个比率不同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把凯利公司完全的照搬到 这个期货交易当中 要做过调整 那么至于说怎么调整 我们在下一节课当中 有时间我们再会详细再讲一下 第三条途径是资产曲线管理 资产曲线管理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把我们这条资产曲线 资产曲线看作一个价格 这个资产曲线的变化 就是我们的看作价格的变化 那么在这当中 我仍然可以画出通道线 趋势线我都可以画出来 对不对 我也可以找到高点地点 我都能找出来 那么当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随时关注这个资产曲线 当资产曲线跌破它的通道 当资产曲线跌破它的通道 比如说这个位置的话 我就停止交易 我认为说 或者说这个策略有失效的 可能或者说 这个行情走势对我们这个策略 非常的不利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暂停做交易 是吧 但是呢 我对我的这个策略 还是很有信心 我认为它在后面的某一段时间 会重新走出这个通道线 重新会走上 这个支撑位 在我们这个交易当中 我们就说支撑位压力位 对吧 它会重新走上这个支撑位 那我就等待 在这个期间 我就不再进行交易 那么就可以避免掉 这么大的一个回撤 对不对 从而使得我们的交易曲线 能够更光滑一点 那么我到什么时候 再来个重新开始交易呢 就是我的做法是 在突破前期高点的 这条红线的位置 突破前期高点 这条红线的位置 我重新开始交易 是吧 那么这个方法 大家一定要 懂得 就是说这个方法 虽然说 它可以减少一些回撤 使得你的收益曲线更光滑一些 但是 它也损失了很大一部分的收益 这是我们必须做权衡的 所以在光收益 收益曲线 在做光滑处理的情况下 你到底是要光滑还是要收益 对吧 这个必须做权衡 那么第二种呢 资产曲线管理的方法呢 也是我的一个一时一有的兄弟 他交给我的 那他的 这个思路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观察了他的 资产收益曲线以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资产收益曲线在每次往下回撤 10%到15%以后 必定会有一波上涨 好 那么他就根据这个思路 就是说他平时他不交易 他就是关注这个 在模拟盘当中 这个资产收益曲线 当资产曲线往下回撤了 10%到15%以后呢 他就开始试盘 把策略加载到试盘当中 开始交易 然后呢 等到这个资产曲线呢 又增长了10%到15% 也就是说他开始试盘了以后 挣钱了 挣了10%到15%以后呢 他就又停止交易 他认为10%到15%以后 很有可能又要开始进行回撤 好 那事实上在近两年 这个行情就是这种行情 就让你转一波 然后来一波回撤 让你转一波 来一波回撤 那么所以说一年呢 他也就进行两到三次交易 两到三波 那事实上我们回头去看 这几年也就 每年也就两到三波 通常是上半年一波 下半年一波行情 对吧 他就一年就做这两波行情 那事实上呢 又轻松 在市场中的时间又短 对吧 相对来说 暴露在风险当中的时间也短 收益呢 还不错 假设每次有10到15 一年两次的话 那就一年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 非常稳定 这是另外一个资产 曲线管理的方法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大家不妨认真研究一下 可以尝试的试用一下 好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平滑 收益曲线的三条途径 就讲到这儿 大家再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 多元化的 使得来平滑收益曲线 第二呢 是通过仓位管理 仓位控制来平滑曲线 第三呢 是通过资产曲线的管理 来达到目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